我們剛剛跟各位介紹過那個Google的雲端同步對不對 那是跟雲端的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你的檔案 不管是我比如說像我教學的還是你工作的專案 那你做完了之後總要做一個歸檔的動作 那麼其實我們在這邊也一樣 你不要想說再放在雲端就OK了 這樣好像也不太行 因為雲端的空間總是還是有限 就算你買再大的 可是總是不如我們就是自己買一顆硬碟 這樣call的來的快 因為跟你的網路的速度還有很大關係 那今天如果說我今天做好了 我要把它移出來 我們剛才提過你同步太多一定速度會變慢 變慢 所以這裡呢 我有這個部分有在給各位的檔案裡面 在這邊 你裡面會有一個叫做 Fire Free Fire Syncrolize 這個檔案 Free Fire Syncrolize 你可以直接打開這個綠色的 你解壓縮之後就可以用了 這個免安裝的 這樣我這邊就直接打開 好我這邊就弄出來了 你可以 它的長得像這樣子 它長得像這樣子 好那麼 一般來講的話 像我們通常 買一顆硬碟你要做備份的時候 大家最常見的是什麼 摳過去 全部覆蓋 對不對你最常幹的事情就是這樣子吧 反正管它的 丟過去它 我就不用在那邊挑說這個有沒有改過那個有沒有改過嘛 可是各位你不要忘記的 就算你是 接在電腦裡面 直接call 可是 當你的檔案很大的時候請問要不要時間 要喔那個時間還是要花不少喔 真的 所以其實 你可以先去比較一下 就讓它 經過檔案比對 哪些有變的 我是不是還覆蓋過去就好了 所以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這邊 左邊 右邊 有一個 資料夾 右邊這裡有一個資料夾 你可以去比對一下 比如說我現在 在這邊 那我找一個資料夾來 同步好了 假設我要同步的是這個 我的教學資料這邊 好明治科到了 我已經上完了 那我希望呢 可以跟我的 我就放在這裡好了 暫存 好 我就選擇這個 那因為現在呢 我是完全空的對不對 所以 當然就 第一次要全部call過去 好 我先不管它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這裡有一個 比對的方法 比對的方法看一下 它有兩種比對方式 兩種的比對方式 第一種 就是根據什麼 檔案的大小跟日期 這種比較快 因為比對檔案大小跟日期就知道了嘛 好有改變 日期是比較新的 好 那如果你比較擔心說 啊這樣 萬一比較不行 你的檔案 可能 不見得是 這樣的方式 你可以 使用所謂的檔案內容的 比對 可是這個 時間要比較久 時間要比較久 所以通常我大部分是 用第一個比較多 好第一個 所以我就是要預設子先把它設定好了 接著你看一下右手邊這裡 我們先比對一下好了 兩個資料角就比對一下 好他現在發現了 哇 我裡面 因為右手邊全部都沒有對不對 所以他就 告訴你說 你看這裡有勾起來了 表示說是這邊有的 這邊沒有 所以我等一下呢 全部 就要全部copy過去 那 複製的話呢 有分幾種方式 你看這裡 你要同步的話 他有一個設定 你看喔在這邊 按一下 他有這幾種 預設呢 是雙向的 雙向的就是我左右兩邊的一模一樣 今天如果有可能右邊有的 左邊沒有他就call過來 左邊沒有的 右邊 左邊有右邊沒有的 他就從這邊call過去 這樣叫雙向的 反正就是跟我們雲端唸點意思一樣 可是有些時候呢 你可能只要什麼 我只要把左邊的自動被分到右邊去 完全一模一樣 就是完全不管右邊就對了啦 反正左邊有什麼就全部call過去 好就全部call過去這樣子 那另外一種就是做更新的 比如說我可能今天只更新的幾個檔案 對不對 那我就是屬於單向的 只要有新的或者更新過的才call到這邊來 才call到這邊來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假設我現在先做雙向的 好我現在確定一下 OK 紅布 他就告訴你 喔這樣總共要211M 好就按開始 這是第一次 所以他就怎樣全部一起call 對不對 好這個一點點時間 差不多了 好假設我就做到這邊暫停 我先取消 我再比對一次 這個時候我右邊 哇糟糕 還沒有把他call過去 3128 好吧還是大家call一下 我現在已經團布完了對不對 好 那麼 請問你如果是直接覆蓋的 是不是下次還是要這麼多時間 對不對 所以麻煩怎麼辦 我來找到這個資料夾 我打開給各位看 好我找到這個資料夾 OK 那假設呢 我就把 這個 我就改一個名字 好這樣是不是 這裡有變更的 那麼我現在再找看看 你看我把它再比對一次 有沒有發現只有怎麼樣 只有一個檔案 有做變更 所以這樣子同步的時候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因為你不用全部覆蓋 你了解我 講的那個概念 所以 今天你雲端的好了 事實上你自己個人電腦系統 還是要做另外做一個備份 那我們利用這個小軟體 可以很方便的幫你做 同步 那你如果這個設定做好了 你可以把它保留下來 你就不用 每次都那麼麻煩 還要重新來 你可以在這邊你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 存檔的 對不對你把它按下儲存 儲存那它就會保留下來 這樣會的嗎 今天如果說你有 比較多個資料夾 需要的你可以在這邊按一個增加 它就會增加一個 比如說我現在這個資料夾一樣 可能還要再找另外的資料夾 還要同步到別的地方 比如說這個資料夾 還要怎麼樣 再同步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那你可以像這樣把它選好 選好那它就可以 一起做同步 就是你這個設定按同 比對的時候是兩個一起比對 一起比對 那這樣就會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這個是 我們在這邊跟各位介紹一下 你應該 要匯的 應該要匯的 這樣的話 比你原本全部用覆蓋的 速度會快很多 速度會快很多 因為 我們現在檔案才200多Mb 所以你可能覺得還好 可是如果等到以後你的資料很多 可能是好幾G 甚至幾十G 幾百G的時候 你在全部用覆蓋的 你可以試看看 以目前寫入的速度來說 至少沒有一兩個小時 跑不掉 可是如果我們這樣比對完了 雖然比對要一點時間 但是那個時間絕對會比你全部覆蓋來的快很多 後面就好 不幸好 這個時間絕對